在马六甲旧马街的遗址 有一座富有浓浓中国色彩的百年清真寺 根据记载 清真寺的原始建筑材料为木材 马来亚日战时期 当地居民为了答谢一位名为拿都马街的宗教师显灵相救 让数十名华人免死于日本贵子手的武士刀下 而发起筹款用食材重修清真寺 相传 拿都马街是来自印度尼西亚旺加西的布局族 抵抗外地气坚和随从在马街落地生根 清真寺是采用了对称的设计技巧建造而成 两层屋顶以粘土装瓦一片片盖上 上面有个小圆顶 清真寺有两扇木门八根木窗和二十七幅壁画 都是以色彩斑斓的四季花卉 花瓶和几何形状的图案为主 这些彩图蕴含着浓郁的中国文化 显然受中华文化的艺术熏陶 清真寺的走廊上放着一面谷 墙上有座石碑 著名为《拿着建造亭与碑记》 记载着马街清真寺建于清朝光绪三十三年 即一九零七年 石碑上列出了中文的征信录 记载当年由杨寿安发起 共征得约百位华裔及印裔的捐款 筹得五千三百六十三元 经过近百年的风吹雨打 石碑上的刻字依然清晰易变 成为了宗教与多元种族 互相尊重的最佳建政 马街清真寺也于2008年 被马来西亚国家文物遗产局 列入国家文化遗产名录 好乖 满船组天 还会玩 吃 一起走 打针 河道 放